各位觀眾 晚安你好 我是影彤 歡迎您加入今天1800華視晚間新聞 今天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注今天的社會焦點 在新竹市東大陸的這一家輪胎行 在昨天晚間10點多發生了火警意外 而根據這個陳姓屋主就透露 縱火的嫌犯是家中的小兒子 一次是因為跟媽媽發生爭吵了 他直接去買了汽油 跑回來家裡縱火 當時他縱火的地點就在一樓的 這個輪胎行這邊的三輛機車 當時所有人全部都跑到二樓去躲了起來 他們當時躲藏的位置就在這邊 你會發現其實一二樓這個位置是挺相像的 那由於他們的住家是木質地板 火勢太大了 這個火勢大到直接把地板給燒穿 所有躲在二樓的人全部都坠到一樓來 你會關注到當時消防員就說了 他們找到這八個死者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一樓成為了礁石 目前一家十一口只有三名父子倖存 包括其中一個就是放火燒人的嫌犯 還有就是他的爸爸 當時的爸爸是想要阻止他來縱火的 但是還是沒有成功 以及長子 由於他的長子是君子 目前是在確診住在隔離旅館當中 好 那這一次的大火就奪走了八條人命 包括了母親 長女 長媳 女童 就連他自己的老婆 以及三個小孩 全部都被他燒死了 好 你可以看到這一把無情的大火讓全家八個人都喪命 而犯案的二兒子其實他是有錢科的 包括有竊盜 有詐欺 還有毀損錢科 更有鄰居表示說 其實這個兒子他非常喜歡線上賭博 還經常因為錢的關係跟家人吵架 最主要是因為以前 應該說這一次發生的原因 剛剛爸爸不是說了嗎 是因為兩個碗的關係跟媽媽吵起來 但大家總覺得說這裡面應該不太可能 怎麼可能因為兩個碗的關係 雙方就炒成這樣 而且他還放火把自己的家給燒了 現在有幾個導火線 第一個就是那一天晚上 因為碗的關係 大家鬧得不愉快 還有就是在過程裡面 他有要來跟家人討錢 討錢不成也跟爸爸吵了起來 以及在這個輪胎行 他們是要進行店面督更的 那督更之後 他們說要把這個店面給大哥 這也讓他很不開心 最後由於他也是在這個輪胎行工作 經營的理念跟爸爸不合 雙方也常常吵架 好 當時其實這場火警 大家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心痛 為什麼沒有辦法及時的逃出來 第一個 這是一個鐵皮建築 還有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的地方 全部都裝上了鐵窗 所有人躲在二樓的時候 只有辦法大聲尖叫 但是根本逃不出來 以及我剛剛說到一個重點 在這個地方 他們裝的是木質地板 所以火勢一發就不可收拾了 好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來關心 今天台灣疫情的最新發展 今天我們本土新增了 63,170例 針對今天的疫情 羅一鈞就說了 現在以整體的疫情來說 可以說是脫離高峰了 然後他也認為說在高原期之後 每個禮拜都會呈現持續的下降 在北部這裡是尤其明顯 那中南部現在是正要準備 被脫離這個高原期 今天增加了168例病末 其中有一個青少年死亡 他才17歲 那最主要他有這個 食道閉鎖的病史 也是長期臥床 在發病一個禮拜之後就病逝 而另外今天也增加了 373例的中重症 其中有三名兒童的重症 一例是腦炎 還有兩例是 Miss C 其中有一個兩歲的小朋友 他是二度住院 這就是今天疫情的最新發展 只不過今天也有記者問到 羅一鈞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指揮中心這邊 已經有四名官員確診了 那羅一鈞他現在仍還是好好的 他也分享了他四個防疫妙招 並且呼籲大家要持續落實防疫措施 有關於現在的疫情的狀況 很多家長也問說 包括在中南部的遠距教學 是不是要來持續 因為在北部這邊 基本上都可以回到學校這邊來上課了 那我們就來看 今天的確診數 其實台中這邊還是最多的 台中有9523例 再來就是高雄以及新北 以及台南跟彰化 那剛剛羅一鈞也說了 中南部現在這邊都是處於高原期 而且觀察的時間 必須要一到兩個禮拜 所以現在很多縣市府 他們的做法也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在台南這邊 他們從這個6月20號 到6月24號高中以下 還是要持續遠距 但是現在在高雄 台中 彰化跟南投 他們直接宣佈了 必須要遠距 而且要一直遠距到暑假 好 歡迎回來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注 今天的社會焦點 在台北市萬華有一家開發公司 4月底被人拿著衝鋒槍 朝著鐵門開了整整七槍 警方現在循璇追查 發現大同區的無姓角頭 設有周嫌 就在今天 兵分多路 逮捕了11名嫌犯 而這些嫌犯全部都是他的手下 同時開槍的原因 其實也跟千萬的債務糾紛有關係 有一家開發公司的老大幫忙討債 無姓角頭因為不滿被針對 才會二度買兇開槍 新北中和兩歲男童的恩恩案件 爭議還是不斷 之前不是有一名張姓前消防員爆料 說恩恩爸爸在聽取錄音檔當天 消防局長這個消防的長官就下令說 要偽造報案 還說錄音檔經過變造 而對此的消防局已經對他提告 包括了加重誹謗罪 而這一名張姓消防員今天上午10點半 也到了新北地檢署 直接反擊了也要告消防局還有衛生局 每個禮拜的入境人數 必須要限制在2.5萬人之內 好這樣的數字到底是夠還是不夠 我們來看長榮航空的總經理 他叫做孫家明 他說這個鬆綁 這個檢疫鬆綁之後 確實定位量就有很明顯的增加 尤其是在北美航線這裡增幅是最大的 目前已經賣到不夠賣 而且最近5天的定位人數 已經超過當週的限額了 他呼籲說這樣的2.5萬人 是不是要針對在外國人的部分 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就應該要排除 那今天盧玉君也說 他看了一下昨天的入境人數 大概是4500個人左右 那實行一個禮拜之後 他們就會進行滾動的調整 如果放寬的話 也是以本國籍為優先 會看我們疫情的狀況 還有我們的醫療量能再做討論 好 那由於現在也已經快要7月了 很多人想說那不然7月的時候 要不要帶著小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來出國走走 畢竟現在整個檢疫都已經放寬 但是如果你在買機票的時候 已經要有心理準備 你可以看到現在往洛杉磯的機票 這個漲幅已經高達了162% 也就是說等於貴了整整3倍這麼多 往日本的機票也貴了3成 往韓國的機票也貴了6到8成 指揮中心宣布15號開始 入境簡易天數放寬3加4 好 換個星期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卡通Doraemon裡面的角色 也就是相當愛唱歌 但是相當不好聽的胖虎 現在他真的當上歌手了 在官方這裡就宣布說 胖虎要以歌手的身份來出道 不但要發表新歌 還會發布專輯 讓很多粉絲都相當期待 而在台灣則是有不少人 把這個消息分享給 同樣愛唱歌的立委高嘉瑜 引發了大家討論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是在傷口裏 反正的進行 充足 詳憑 XXX